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正人乘凉 从前有个正国人到一棵大树下乘凉 太阳在空中移动 树营也在地上移动 他不停地移动凉席 追着树营跑 到了黄昏 他又把凉席铺在树下 月亮出来了 月亮在空中移动 树营在地上移动 他又不停地移动凉席 追着树营跑 可是他又担心露水会沾湿他的衣服 渐渐地月亮当顶 树影缩得越来越小了 他就静止躲到树底下 浑身上下也被露水沾得越来越湿了 这个人白天的乘凉方法十分灵巧 可在晚上又用同样的方法就显得笨拙极了 情况发生了变化 可仍用老眼光看问题 用老办法去解决新问题 必然会碰壁受挫 这个故事对经验主义者是个很好的教育 感谢你